Hello 大家好 今天這條影片不是唱歌的 最近看到多了一些訂閱是因為之前講日文的影片 所以今天都特別用了些時間去準備了這條影片的內容 想說什麼呢? 我自己讀日文的時候 想出來的一些應該做和不好做的事情 首先我想很多學日文的人都是用日本語能力試驗 JLPT的流程來讀 是一個由N5 最容易到N1 最難的一個量化的流程 其實我覺得是很好的 我自己覺得 尤其是初學的時候 始終你N5那些是最基本的東西 沒有那些基礎 就去不到的 量化了就不錯 由零開始學 但是同時我覺得是有一些暗湧的出現 我想到一些例子 想了幾個 其中一個是 有一些初學 即可能N5 看到一些例子 或者有些教學 教一些文法 例如Armali 舉個例子 他教你說Armali後面有跟否定句 那我們就可能 就以為我們認識了這一點 Armali後面跟否定句 我們預期應該是這樣 但是 事實上如果繼續學下去 我們會看到有很多類似的文法 那 變成我們一開始學 以為是那樣東西 到頭來原來 一開始學的不是那樣東西 即是 不等於Armali後面一定要跟否定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情況 那 另一個更加誇張的情況 就是 都是M5 那樣的時候 可能有一個叫 Zenzen 就是完全 然後後面要跟否定 那 這些教日文的時候 我們全部都看到他們都說 一定要跟否定句 但是現實我們可能在 外面當然是聽人 聽日本人說話 他們不是全部都 更否定的 他們可以是可能 Zenzen 大丈夫 Zenzen I 這些肯定句的形式都會出現 那 日本人 講 即是 母語是日本語的人 都用的 講的方法 算不算是錯呢? 那就要看你的 學習的出發點是甚麼 如果你 即是 考試很正正規規地 學一個 對的文法上 對的文法 那當然要跟足 這些話 他說 後面要接甚麼 這些東西 但是如果你是 考試之後 你還是 我要跟日本人溝通 要在日本 聽別人 開聲 說話 我都聽得明白 那 變成這些 所謂錯的東西 其實我們都是要學的 所以 都是 看你 想學那個 到底是想你說 拿N1 拿滿分 還是 想說 我出到街 日本人不會講一句話 我都聽得明白 那 看看你想要甚麼 那 我覺得其實 學得日文 都是想 認識的 即是想溝通到的 那 他說錯那些東西 如果 日本人都用的話 不妨學了 聽了都知道他們說甚麼 那 那 可以怎樣做 其實 如果我們拿著 大家的日本語 這樣 舉個例 他說 不可以的 例如說 善善 一定要後面要跟 否定型的 我們聽到他這樣說 之後 我們就去Google 看看 去Google 搜尋一下 看看有沒有日本人 在後面 說不是否定句 那 如果見到他 那些人在Twitter 說話 都是 就是 用一些書話 錯的文法 那我們起碼都知道 其實 雖然這件事是錯的 但是現實中 都是有人用的 那 都是一個對現實 比較準確的認知 那 到時 都是剛剛這樣說 去到日本 他們用這些 叫做錯的文法 都好 那你都聽得明白他說什麼 那 第二件事 就是 我覺得語言 不是一樣可以翻譯的東西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那 因為 很多情況 我們是 我們說中文的人 習慣 在某些情況 某些處境用的句子 跟別人在同一個處境用的句子 有什麼例子呢 例如 日本人搬屋 搬屋 他們就習慣 喜歡去 應該去 跟鄰居 打個招呼 送禮 這樣的 那 通常 敲門 有禮物送給人 然後就說 小小意思 通常我們是小小意思的 通常我們是小小意思的 但是 那句話好像又 不是小小意思的意思 那變了是 咦 我們 只是異譯了 甚至都不是異譯 因為 異譯上都 簡直是有出入 我們只不過用了一句 在同一個情況 我們會怎樣說 我們就用我們平時說的那句話 放進去 那 那 變成 這樣引申到 有什麼我們要留意 就是要留意 學日文的時候 就是 如果我們想 表達一個意思的時候 呢 不要用 中文的出發點去出發 或者英文也好 不要用英文的出發點去出發 去想那個日文出來 那 例如 如果 真的如果用自己的語言去出發 去 表達 日文 就是用日文的時候 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例如 舉個例子 說 我搭的士上學 那 我們有個搭字 在這裡 那 搭咯 加一個 那 但是 日文他可能就這樣 たくしで 学校に行きます 就這樣 で 一個で 就搞定了 那那個搭字就沒有出現過 那 如果你真的直譯的話 呢 我們 就加了個 答 那個字 下去 那 那 變了出來的那句 日文就不自然 而且我們永遠都不會說到 日本人 說那種日文 因為我們是要把那個搭字 下去 那 變成 怎樣 做 我們應該做些什麼 去 令到自己 比較 清晰一點 自己說過的事情 可以避免這些情況呢 就是 我們習慣去 就算聽得懂 一個日本人說的句子 整句聽得懂 甚至我們懂得翻譯 都好 我們嘗試把他的句子拆開 就是想 他這個 這個字 例如 剛剛那個 爹字 怎麼來 就是 因什麼情況他會放這個字 那 或者 另一個做法就是 自己嘗試同一句 看看自己寫出來的句子 是什麼 例如 都是這個情況 說 搭的士上學的時候 到底我會寫了什麼 然後日本人 又不會寫了什麼 如果 你比較之下 看那個分別 是怎樣造成 然後你就會找到自己那個 寫這句 東西出來的原因 那你 改回你那個 到時候你真的寫這句 那時候 那個出發點 那就可以了 那你就明白了 就是 日本人在這個情況 就不是用我砌出來的那句 而是他這樣的寫法 那就可以 寫到一些 像日本人 即是說到一些 像日本人說的日文 那 還有呢 就是 例如 例如 你約 約 日本朋友 明天吃飯 那 那 他如果回答你說 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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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翻譯 因為他根本上沒有說過 那 那這件事是 日文的特色來的 那為什麼 剛剛說 語言是不能翻譯呢 因為這個是一個 他已經表達了他的意思 他要表達的東西 但是他其實沒有說過的 那這件事都是要 學的一件事來的 因為我們學別人的語言呢 別人去到哪裡 怎樣到即時呢 我們都要模仿那件事 那 那 例如 叫 去餐廳 叫員工 可不可以幫我倒閉一倒閉 你不會說得太誇張 你不會說得太誇張 可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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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事 也是 不是好像語言上的東西 而是 模仿別人的表達 那 這樣東西 但是又很實實在在地 你一做不到就不像在說日文 那變成是模仿 他們不會說得看什麼 那你就要明白是什麼 還有就是學日文 什麼語言都是 不要等自己覺得自己準備好 才拿出去用 別人不需要你認識 你說到用的話 用一下利用那些錯誤 來幫自己學習得更加快 那就更加好 我自己不是特別厲害的 但是真的不厲害 但是叫做 搞一下搞一下 拿了N1回來 有些什麼叫做心得 都覺得這些都是對我來講 之前有貢獻 我的學習過程都很多的一些做法 還有還有一樣 就是多點留意這條街 可能香港就少一點 如果在日本也好 遲些有得去的話 在街上有些什麼要留意 例如可能坐地鐵 看到電車が参ります 那你會看到 参ります 什麼鬼啊 那你通常查說 謙樣語 就是謙樣語 但你又查到 另一個一模一樣意思的東西 うかがいます 又是謙樣語 然後你就說 兩個一樣意思 什麼鬼來的呢 那就由這些地方出發 去找找 它到底有什麼分別 那你不會看到 電車がうかがいます 不會這樣的 永遠都是 電車がきます 或者電車がまいります 那如果 咦? 永遠只有まいります 那就是不用得うかがいます 那我們就可以找他 謙樣語 兩個都是 有什麼分別 最後你就找到 原來謙樣語有兩種的 有一種就是什麼情況 那就變成 你透過觀察 那個 現場 的環境 以及你教科書之前 就這樣寫 謙樣語 咦?那為什麼現場沒有用呢? 那你有一個 這樣的 疑問出來了 之後你就可以 由那個方向去查 那 好像說就很容易 實際做不到多少 但是 都是 我覺得 就是 有個這樣的 心態 以及有個這樣的 資助一 要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的時候 多了少少 都是多了少少 那 如果多了1% 一些行為 去去觀察 外面 人家怎麼用人物的話 那你就真的多了1% 的知識 那 砌砌砌砌 就是 嗯 那 今天就說了這麼多 我 下次可能想說一些 我自己看的那些 YouTube Channel 學得很多 就是很多東西 學到的 教到我很多 就是 理解到很多的 一些 頻道 介紹一下 可能 嗯 嗯 那 希望到時候 我 上載一些唱歌片 不要unfollow我 就是不要 只是看這些 對 那 如果 聽開唱歌的人 就不要介意這些 片 嗯 好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有些人 的 我們 有些人 的 有些人 是 可以 的 感谢观看